一年一度的微信公开课 如约而至 西城南海演唱会 线上观看人数达2700万家 最高同时150万人在线 5月天演唱会有1400万家人观看 孟晚舟归国引来1500万家人围观 如果说以前视频号不温不火 那几次现象级的直播后 市场也开始重新看待视频号 原子化基础组件 付费直播 创作者激励计划 商家激励计划 在视频号公布的众多新概念中 付费直播是让人最有记忆点的关键词 毕竟 短视频平台变现能力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视频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此次微信公开课上透露了几个信息 微信直播即将上线知识专栏 覆盖多个知识方向 同时 微信视频号即将上线付费直播间 此外 微信直播宣布今年将投入50亿冷气流量包 搭建新主播成长通道 帮助新主播开播有流量 在创作者测 视频号对原创内容提供流量倾斜 让1000万元创作者有流量 推动100万优质创作者有收入 进一步完善内容创作者的成长体系 在商家测 视频号未来一年将通过流量激励 扶持不少于10万个优质商家 商家每引导一个私域用户进直播间 平台将至少激励一个公寓用户给商家 一系列的新操作问世 视频号电商的进程按下了加速键 问题也随之而来 创作者们想要肉眼可见的收入 商家们想看到更多破圈的案例 目前 众多微信用户尚未养成 在视频号看直播的习惯 他的直播带货又能迎来春天吗 彼时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已经有大量创作者涌入 红海一片 视频号背靠微信这一巨大流量入口 自然被创作者看作是新的风口 尽管微信下了重注 外界仍认为视频号慢了一拍 意料之中的是 今年的公开课上 视频号也对其DIU、MAU之字未提 但据时代数据显示 视频号日活已达到4.5亿 较2021年初增长了50% 按照这个数据来看 视频号的发展速度并不慢 要知道 达到3亿DIU这个数字 快手用了9年 视频号负责人张孝超在今年公开课中表示 视频号加微信支付 未来就会让打赏成为可能 可能还会有直播视频付费出现 视频号加企业微信 视频号可以一键添加企业微信客服 助力商家私域运营 视频号加公众号 可以让同一创作者的不同形式联系得更加紧密 早在2020年12月 视频号便上线连卖直播功能 粉丝以及用户可以发起语音 连卖或者视频连卖申请 视频号博主通过之后 即可实现视频或者语音连卖 此外 视频号直播还支持直播间打赏 直播美颜以及直播间抽奖功能 纵观现在各大平台的付费直播内容 有类似于点播长视频一样的付费直播间 也有被短视频平台宠爱的知识付费 微信也推出了微信逗用于购买微信内虚拟物品的道具 支持在视频号直播中购买虚拟礼物 并给主播打赏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获得打赏的主播 可根据平台规则获得收入 礼物分成比例为50% 2020年12月 恰逢双子座《流星雨》来临 风光摄影师李正林的直播 掀起了视频号的第一个高潮 这场李正林预期 总观看人数不过10万人的8小时直播 最终观看人数超过100万 并让他一夜之间涨粉超2万 超过6000人加他的个人微信 据36克报道 去年2月7载开启了视频号首秀 七载第一场直播总观看人数4000多人 收到了3万元的打赏 随后 虽然粉丝数没有过高的增长 但打赏收入水涨船高 开播一两月内 七载在视频号上赚了500万元 事实上 七载除了是一个视频号博主 还通过举办电商类的线下活动赚钱 得益于视频号破圈 他的线下活动人数从几十人突破到将近400人 按一个会员一到2万的收费来算 七载这部分收入也超过了300万 张孝超表示 过去视频号打造了8点一刻系列的范知识直播品类 不仅邀请微信公众号有深度的大V 解答知识方面的一些内容 同时 他们还邀请了很多高校来视频号开公开课 所有内容 其实我们想传达给用户的是 可以在这里不仅是得到休闲娱乐 也可以得到知识的内容 而在未来 视频号将上线知识专栏 覆盖多个知识方向 同时 视频号还将上线付费直播间 付费直播更适合具有高年性关系的主播与粉丝 主播与粉丝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付费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这一点 指向的正是微信生态所擅长的私欲流量 可以预见的是 在视频号扶持创作者机制的鼓励下 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 涌入视频号直播间 以此收割红利 微信公开课视频号创作者大会分论坛上 视频号团队讲师陶家表示 视频号直播带货GMV 在2021年末较年初增长超过15倍 其中私欲占比超过50% 直播间平均客单价超过200元 整体付购率超过60% 也就是说 尽管视频号没有公布具体的规模数据 但视频号直播带货的增长速度较快 直播电商的金矿还有可挖的空间 不过 视频号做带货直播的逻辑 与其他平台稍有不同 这个说法 似乎在此前视频号直播带货的表现中 得到验证 2020年11月 一场在视频号上发起的直播带货 引发了业内的关注 当晚 拥有3000万粉丝的微信大号 夜厅创始人刘晓首次在视频号直播带货 据创世纪报道 刘晓开播5分钟后 直播间在线人数达到2.1万的峰值 更值得关注的是 同月 导演张艺谋为宣传电影一秒钟 走进刘晓直播间 直播间在线人数逼近2万 电影一秒钟5到20元的视频号 直播专属优惠券 也很快受庆 但反过来看 公众号主理人并非是专业的带货主播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直播带货成绩还说得过去 倘若触碰到自己未曾了解的领域 便会存在翻车的风险 如果说微信大号是借助原有的私欲流量 发展视频号 那么平台达人就是先靠内容 再直播 走红于快手 目前 位于视频号榜单头部的霹雳舞凯凯 就是典型的案例 也是在2020年11月 霹雳舞凯凯开启了视频号直播带货首秀 据新榜报道 此次直播场关近3万 在线峰值1200家 平均峰值500 导流社群200多个 销售转化率在20%到30%之间 连线Insight书里发现 像泡泡马特、瑞幸咖啡、喜茶等品牌 都先后在视频号开启了品牌自播 以喜茶为例 喜茶打造了小汽茶话会直播IP 以品牌沟通为主 带货为辅的方式进行直播 事实上 这对品牌私欲流量的建设是有好处的 但同时也对品牌的粉丝粘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考虑到这一点 喜茶在直播之前便通过公众号、小程序、社群进行预热 而在直播时 喜茶将微信视频号与喜茶GO小程序打通 通过小程序派发商家劝激发购买需求 更早之前 泡泡马特试水视频号直播 收获了130万观看 达成2500万GMV 泡泡马特用户增长与私欲运营团队负责人周树颖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用户习惯于将微信视为社交浏览工具 因此视频号直播在电播与自播方面是有流量优势的 更重要的是 囊括在微信生态之下 视频号直播可以利用公众号、小程序、搜一搜等工具 第一时间将直播信息传送到微信用户端 显然 这是其他平台很难做到的流量生态玩法 2020年10月 视频号上线直播功能 开通购物车与小商店 主播可以将小商店里面的商品链接 放进购物车里面 观众点开购物车之后就可以直接选择需要的商品 直接下单即可 直接减去了进入商店的过程 到了2021年 视频号在电商领域的动作更是不断 先是将视频号直播放在和朋友圈等量的位置上 并进一步与公众号打通 实现直播引流 再到2021年年底 视频号辉度测试短视频购物车功能 用户个人主页新增订单功能 企业微信与视频号进一步打通 需要注意的是 正如上述提到 像淘宝拥有李佳琪 抖音拥有罗永浩 快手拥有新吧 如今视频号并没有称得上行业头部的主播 眼下 他还需要一些现象级的主播 进一步扩大直播带货的声量 视频号从一出声开始 就被拿来和抖音 快手做比较 外界更愿意把视频号看作是单独的产品 是微信在短视频领域下的重注 简单来讲 微信把视频号看成是微信的一个基础组件 是承载视频和流媒体直播的载体 此前较为流行的一种猜测是 微信做视频号 是为了扛下微视未能完成的使命 在短视频领域出击 而这 曾经是微电的使命 于微电而言 在上线之初 微电收获了9个月 促成150亿元成交额的爆发式增长 但好景不长 微电很快进入瓶颈期 据36克报道 自2015年下半年后 随着数据下滑严重 微信内部便将微电 从最高级的战略合作伙伴下调了几级 事实上 微电作为社交电商的代表 曾依靠微信生态起家 吃到了一波流量红利 但电商战场变幻莫测 有阿里 京东 拼多多三足鼎力 微盟 有赞 云集 群雄逐鹿 甚至还有抖音 快手的入局 众所周知 微电最初的使命 是让商家在微信生态中 赚到钱 据微电官方介绍 微电拥有近9000万小微电主 和百万级别的活跃商家 显然 仅靠微电已经很难实现腾讯的电商野心 它需要更多的流量和生态支持 去年公开课上 微电正式接入日活超4亿的小程序 此后不久 微电又宣布搭上视频号的顺风车 彼时 微电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入视频号后 视频号博主视频对商家来说既是营销渠道 也是建立品牌与粉丝互动的内容载体 比起传统的图文 短视频对用户吸引力更大 占据更多碎片化时间 随着5G到来 短视频行业将进一步发展 这将是流量变现的最佳渠道 博主计可在视频号主页 直接关联微电店铺小程序主页 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的购物车上架微电商品 同时 视频号直播还支持发放直播优惠券 刺激用户下单 去年12月份 微电还推出了视频号官方流量激励计划 重点对前例行业的商家 以及中腰部直播间加大扶持力度 具体来看 视频号未来一年将通过流量激励 鼓励和扶持微信生态内有私欲 做私欲的商家 商家每引导一个私欲用户进直播间 平台将至少会激励一个公寓用户给商家 视频号团队讲师陶家还提到 在2022年 团队将做三件事 一是继续对所有商家免收技术服务费 二是推出商家激励计划 未来一年内扶持不少于10万个商家 三是构建服务商开放生态 长期来看 视频号作为微信生态的重中之重 对后续即将开放的很多电商场景 都起着承载 贯通的作用 在今年微信公开课上 视频号站上了C位 预示着 今年的视频号 依然是微信重点资源投入的业务 而视频号的变现能力和商业探索 也会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2022年 视频号要拿出实打实的成绩来证明自己 打消外界的质疑